GIRL, YOU SHOULD WEAR A NAME TIGHT 你VICIOUS PRESENTING 嗨,大家好,我是Shelly 沒錯,你們不要懷疑 我現在完全是一個沒有打扮的狀態 因為我剛下飛機 LITERALLY,真的是剛下飛機喔 但是我回家之後呢,發現這個weekend 我二嫂回了一趟娘家 她是個道地的彰化人 所以她就扛了很多很多的彰化名產回家 其實,你知道,是我跟她指定 我說我想吃這個這個這個 因為我看了Jessica的影片 她的instagram直播,有一天她去彰化 然後感覺上吃了很多好吃的 所以我就一直screenshot傳給我二嫂 我說我還要吃這個,我還要吃那個 她就說好好好,沒問題 所以她就全部通通給我帶回來了 但是其實東西也沒有很多 大概就是五個不一樣的食物 剛好我又沒有吃晚餐 所以現在時間是晚上的11點05分 我想說,既然這樣子 就乾脆直接吃給大家看 我也就沒有再打扮了,你知道 反正大家都這麼熟了 大家不會介意我這樣子的 好,我要來開始吃了 我肚子其實蠻餓的 我跟你講,如果我回台灣吃到整個人是變形 或者是我雙下巴已經就是太猖狂的話 請大家忽略,你知道 我完全沒有在節制 也不要問我最近有沒有在減肥 完全沒有 我就是很放鬆的在吃 然後上一次我在吃7-lup便當的時候呢 就有網友建議我在換下一個食物之前要喝個水 這樣子味覺才會比較準確 所以我今天準備了一杯水 但是水非常的無聊 所以我當然還是不能少我的麥香 這個肉包是剛剛蒸好的 這個是彰化肉包成的蛋黃肉包 我對蛋黃完全是沒有抵抗力 任何鹹蛋黃或是蛋黃做的食物 我都非常非常的愛 我就不客氣了 大家 這個肉包 皮超級Q 裡面的肉餡很入味之外 蛋黃又給他加了一種 綿密的口感 好好吃喔 不過你們在懷疑為什麼我只有吃一半的話 我把另外一半切給削嗎 因為我很怕我自己吃太多 但是我現在有點後悔 好好吃喔 肉包成可以開來桃園嗎 吃肉包我只好分兩派的人 有一種人是只吃外面的皮 另外一種人是只吃裡面的餡 像我就是超愛吃裡面的餡料 所以像吃到這種最後一口啊 裡面已經完全沒有任何料的時候 我就不會吃這個皮了 但是你們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你們是喜歡吃皮還是吃料的 所以每次Kevin看到我剩這樣一口的時候 他都會拿去吃 因為他覺得最好吃就是這個皮 為什麼我不吃 喝水喝水 我是一個超愛吃肉包的人 所以 唉 我小時候加上我臉型關係 我很常被叫肉包 我的外號就是包子 但是肉包成這一家蛋黃肉包真的 很好吃 我現在用的這一盤是 彰化的林家良圓 聽說是40年的老店 因為我很想要吃吃看北門口或是阿三的霸丸 但是因為那個是炸的所以他帶不回來 他就帶了一個類似霸丸的東西叫良圓給我 他這個是用蒸的 然後像吃霸丸或是這種良圓阿 我也都是只挖中間的料在吃 如果吃到最後只剩皮的話我也不吃了 大家不要罵我 有點甜甜的味道 可是它是鹹的食物 不會太甜 只是吃得出它不是那種死鹹 皮很Q 肉很紮實 但不會到硬喔 嗯 好好吃喔 它這個皮真的很紮實 不會軟趴趴的 就覺得吃起來很噁心的那種 它是Q 它是Q的 我發現我就這樣默默都沒有講話 然後一直在吃東西耶 現在沒有Kevin在旁邊幫我吃那個 剩下的皮 所以我不能浪費食物 我要全部吃掉 這個良圓吃完完全沒有任何負擔 不像吃完霸丸會覺得油油的 然後拿出來的時候我也沒有重新熱 我就直接從冰箱拿出來吃 還是一樣很好吃 不會硬邦邦的 喝水 我們來到了 紫竹林雞腳凍 三立 台式 華式 民視 中天年代 TVBS 鳳中奇緣 彰化新聞 大台灣旅遊網 聯合報 自由時報 民眾日報 民聲報 等各家媒體都有報導呢 雞腳凍是髒話的名產嗎 不管了 我只能說 不敢吃雞腳的朋友們呢 人生真的是失去了一大樂趣呢 雞腳真的是一個很好吃的食物 不管是配啤酒 配紅酒 或者是你知道嘴殘 吃一下 就是膠原蛋白啊 啃雞腳真的不是一個 看起來非常美觀的行為 然後我也沒有辦法裝得非常有氣質 所以大家就不要介意喔 它就是滷得很入味 然後也很軟 但是因為冰起來之後變得QQ的 可是它要說味道非常濃嗎 我也沒有覺得它吃下去有特別的 一個味道讓我覺得 欸你知道 味覺好像被 啟發或者是開啟的那種感覺 就是一個很順口的味道 然後感覺上裡面有加一點點中藥 然後吃起來也不會非常非常的硬 像外面很多那種滷雞腳是你覺得 可能之後你的下巴已經快要斷掉的那種雞腳 它不是那樣 它是算蠻軟的 很QQ 我喜歡它的點是因為它很多軟骨 我非常愛吃軟骨 這時候好適合來一杯紅酒 或是啤酒 我覺得啤酒會比較搭 我可能跟你們聊天或者是 你知道配個啤酒 不知不覺一盒 覺得被我自己一個人吃完 好的 我們現在慢慢進入到甜點區 大圓餅行的麻糬 裡面有鹹麻糬跟花生麻糬 晚上吃麻糬應該是一個非常不明智的角色 因為麻糬很容易會胃長氣 但是 I don't care 我們先從鹹麻糬開始 這樣子味覺才不會甜鹹交錯 那哪一個是鹹麻糬 應該是綠色這個 吧 綠色的是鹹的 我好興奮 你們應該知道我是麻糬愛好者吧 就任何QQ黏黏的東西 像粉圓阿 麻糬阿 烏尼湯圓阿 什麼的 無時無刻我都可以吃它們 我第一次吃鹹的麻糬 但是它讓我感覺很像 迷你版的 是不是叫超阿貴嗎 就是你知道那種綠色 有點像麻糬 然後裡面也是包菜阿 肉阿 香菇等等的那個 應該是超阿貴 它吃起來就是很像迷你版的超阿貴 只是我唯一不懂是為什麼它上面要撒椰子粉 我不喜歡那個椰子粉 如果沒有這個椰子粉 把它剝掉 如果沒有這個椰子粉應該會比較好吃 嗯 我想到了 我愛的還有年糕 年糕超好吃的 任何糯米阿 或者是這種粉做的我都很喜歡 我想把這一口塞進Kevin嘴巴裡 然後我就可以吃花生的 我已經開始飽了 我這把我酸喔 味道還不錯 就感覺上不敢吃超阿貴的 那種材料是不是叫超阿貴 對 我說的就是超阿貴 沒錯 就是綠綠的然後裡面包 有點像炒過的一些肉絲阿菜什麼的 因為它是客家菜 我媽那邊是客家人 所以我外婆自己都會做超阿貴 如果不敢吃超阿貴的味道的話 我覺得可以吃鹹湯麵 因為他們口感吃起來是差不多的 我好飽喔 我突然覺得這好像變成一個大胃王在挑戰食量的影片 換吃花生的 人 果然不能得意 沒關係 還可以吃 沒有丟到地上 我覺得 花生的比鹹的好吃很多 花生的很好吃 真的 花生的內餡比較特別 有可能因為鹹湯麵上面那個 椰子粉我不喜歡 所以我覺得有一點點扣分 如果你們去大園的話 可以買花生的就好了 我覺得我等一下不用睡覺了 因為我的胃好脹喔 終於來到了 做一盒 不二層的蛋黃酥 Sorry 不是不二層 是不二房 因為我把它跟肉包成搞混了 這好大一顆喔 我覺得我吃不完一半 沒有我覺得我吃不完一顆 我要去拿刀子切一半 哇 它看起來好精緻耶 有點捨不得切一半 啊 我毀了它了 我切了一口 它被我用得非常不可口 但是 我相信不會影響到它的味道的 Holy moly guys 它是今天的大贏家 超級無敵 好吃 我沒有在騙你們 真的是 超級 它的皮烤得很酥很薄 但是又可以烤出這樣一層一層的 紅豆泥一點都不甜也不乾 很順口 重點是蛋黃 非常大顆 我還在讚嘆它的味道 因為真的太好吃了 我現在很猶豫要不要再切一口來吃 喔我吃屑屑好了 吃屑屑應該不會胖吧 這是我這輩子吃過最好吃的蛋黃酥 我真的沒有在誇張 我現在在思考 為什麼我以前都沒有吃過 博二芳的蛋黃酥 我以前到底在幹嘛 這個我真的非常驚豔耶 因為我做過蛋黃酥 我知道它的步驟非常繁瑣又很複雜 所以它根本 就是它不是一個很簡單可以做出來的糕點 可是它真的做得非常好吃 對不起我找不到其他形狀吃 我真的只能說它非常好吃了 還好我把蛋黃酥留到最後一個吃 不然如果第一個就吃它 然後這麼驚豔的話 對其他食物很不公平 雖然後面都是好吃的 但是這個真的就是 A whole nother level 滿足 我兒房蛋黃酥保證好酥 立刻freestyle有沒有 幫他們編出一個slogan 如果你們這個一盒 然後小家庭吃不穩的話 可以把它冰到冷凍庫 之後再拿出來解凍或是直接拿去烤 應該很好吃 今天的試吃大會 無法做出排名 因為每一樣都非常非常好吃 除了那個大圓餅家的 鹹蛋黃上面那個椰子粉 下次可以把它拿掉嗎 或是可以選擇不加椰子粉嗎 除此之外 每一樣食物都很好吃 尤其是這個蛋黃酥 我心中的超不完真的是 我會把今天吃的這些店家 還有地址放在資訊欄裡面 方便大家去找 那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LINE 然後SPROW我的Channel 才不會對不起我今天吃到未成的肚子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掰掰 OK 讓那個味道清空 這個 我會把今天吃的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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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把今天吃的這些